大家好我是小飞 说起黑暗奥特曼 黑暗迪迦虽然名气很大 但论出场最久 人气也算是最高的一个 想必就是贝利亚奥特曼了 而还有一个就是去年登场的暗黑欧布 其人气也不低 而贝利亚和暗黑欧布有一个地方十分的相似 那就是他们都被灵魂铁附身了 而同样是灵魂附身 黑暗贝利亚和暗黑欧布有什么不同类 首先我们来看看贝利亚奥特曼 贝利亚相较于艾染成 他本身就是一位奥特曼 当然在被雷布朗多西人附身后 立马就变了模样 从白贝变成了黑贝 而值得一提的是贝利亚在被附身后 实力立马就上升了几个档次 一人都可以单挑整个光子国 而贝利亚和暗黑欧布最大的不同之处 则是他们的意思 虽然贝利亚在被雷布朗多西人附身后 性格大变 变得异常的暴躁而具有侵略性 但这种潜意识 其实还是贝利亚自己本身的 雷布朗多西人只是在体内催化了他的这种仇恨心而已 也就是说贝利亚被附身后 其实还是有自己的意思 并且他曾经的记忆也是存在的 这在他亲瑞光之国时 对奥特之母说过了一句话就能感受出来 他还能清楚的喊出奥特之母的本名玛丽 而我们再来看看暗黑欧布 暗黑欧布是切雷萨附身在 艾染科技的东家少爷 艾染成的身体后变身而成的 而艾染成在被切雷萨附身后 就变了一个人完全没有了自己的意思 整副身体都是任由切雷萨摆布 与其说暗黑欧布是艾染成变身而成的 还不如说是切雷萨变身的 因为整个暗黑欧布的人格表现 完全就和切雷萨如出一辙 都是那么的搞笑可爱 直到每件杀机的登场 他用某种类似魔法的技能 打到了艾染成的身体上 才把切雷萨从艾染成的身体内分割开来 而恢复自由性的艾染成 全然不记得当初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说贝利亚和暗黑欧布最大的不同就是 一个还拥有自己的意思 一个就完全没有了自己的意思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各位留言总和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